音乐 就是我们预判在早高峰 或者晚高峰期间 可能会出现单车资源紧张 市民找不到车 或者排队用车的情况 于是呢 我们在全市分闭的地铁站 周边的五公里范围内的社区 车站都加大了车辆的调度 比如朝阳区的运力 我们增加了50% 也增加了近百辆车的调度车辆 来去保证知名的出行需求 目前来说 通过每团单车的数据显示 5月5号6点到7点 北京地区的骑行量 同比上周是增长了 21.9% 我们也能看到全北京市来说 骑行热门的街道呢 其实现在都不在朝阳区了 在新村街道 卢沟桥街道 巴里庄街道 花园路街道 紫竹院街道等 那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用车安全 每团单车呢 我们持续对全市内的所有的单车 进行无差别的消毒 无差别消毒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分品牌 不分颜色 然后呢 每团单车的运维员 对负责区域的所有的品牌的单车 进行无差别的消毒 优优独播剧场上